豆花牛肉兩份了 魷魚羊肉兩份 這菜還好甜 所有的菜就是客人來的 任意搭配隨便怎麼炒都可以 沒有菜單 從94年到現在一直都是這樣 看菜點菜 你這把這當食堂了 差不多 我們中午吃晚上吃有時候 一天可以一直都在這裡 不管是幾點鐘來 我都會接待這個客人 武昌陽雲 這是一片老城區 在這片即將拆遷的區域 藏著武昌地道的民間美食 我們今天來打開一家 武昌最火的家常菜館 開了二十多年生意火爆異常 這個就是翠翠家常菜的當家人 翠翠姐 你翠翠嗎 翠翠姐 你好 你好 這是切牛肉的是吧 是的 這牛肉準備做什麼用 做這個豆花牛肉 水煮牛肉 還有鐵板牛肉 生蚵牛肉片都可以 這一天要用料多少牛肉 差不多二十斤吧 都是你親自切 是的 親自炒 差不多吧 哈哈哈哈 乾乾的 你看這個牛肉多乾啊 超級乾的 買的是最好的牛肉 這是這 牛肉 哪個哪個味的肉呢 這是叫 牛上我們餐飲說是叫 黃瓜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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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切絲切片都好切 哦 哦 這個 這幾乎沒有什麼筋肉 尋重 你看這個 這切了以後 一點點水分都沒有的 不過乾乾 你看我的手都乾乾的 買的是最好的牛肉 我就是翠翠 他們長期都是喊我翠姐 八九年來到武漢 就說給別人帶孩子 做個保母 都做過了 做個小餐館 給別人打工 到九四年以後 我自己就開了一個店 就一直就是這種大排檔 直到今天二十七年 一直就是我炒菜 他們家的菜啊 都是現點的 新鮮看得見 這是雞蛋 所以這幾乎 起鍋上到 開始炒菜 你這炒的啥菜 先生先生姐 我說是 乾火雞 這個火雞蛋 火雞三下的一種炒 我們去炒菜 我們去炒菜 哦 現在小豬家 現在他們說 三十塊錢已經 我也可以天天炒菜 太貴了 吃到食物還是好 出鍋 天酒 燒菜 出鍋 来 这个就是刚刚炒出来的芝麻 这个是好带的 因为它帮到芝麻也很好 平时的话外面是不是都摆了 所以今天下雨人就少一点了 您经常到这边来吃他们家的菜吗 对 我现在过来 味道怎么样 味道全是多 吃了多少年 吃了有几年了 十四年了 这个价格怎么样 价格我觉得还适中 还适中啊 就一般都 味道还挺好 你们都是住在附近吧 我不住附近 特意过来吃的 我开车过来 开车过来吃 从哪里过来 他们去安高 我去四十五岗 哦 从四十九过来的话 那还有一点远呢 这边都是看菜 点菜啊 没有菜 来的客人络绎不绝啊 这些菜嘛 反正就是一些家常菜吧 也没啥特色 什么食材就是最新鲜 每天我要自己去买菜 回来要亲自做 切 洗 弄 我都会弄 这个什么鲜鱼 这是这是鲜鱼 这是中间的就是刚刚鲜鱼的时候 这是洗头鱼啊 对 鱼鱼板 巨型洗头鱼 这鲜鱼板 鱼鱼板 鱼鱼花药花 鱼花药花 哦 到这边来没有菜单 菜的话可以自由搭配 刚才的蚊鱼干炒的是辣味 现在别人要吃 蚊鱼干炒肉皮 我也可以炒 别炒猪耳朵也可以 这样炒牛肉 自由辣肺 对 你怎么点蚊鱼干给你炒 蚊鱼炒肉皮 蚊鱼炒肉皮 白容呢 这菜以前的我在中国都没吃肉吗 多年的烹饪经验 吃一点炒菜非常的麻利熟练 这里吃了十几年了 十几年 十几年了 最喜欢吃他们家什么菜 我觉得他们菜都很好吃 你看这个鱼头 它的鱼烧得特别有味道 就每次必点鱼头啊 黄鳝鱼啊烧得都很好吃 365天 355天就在这里 二十多年一直 一次都没有病过 一直都站到这里要炒在 因为没有人带起我的位置 所以不敢生病 今天呢在武昌 九富盛林的脆脆炒猪菜 吃饭啊 我们点了三个菜 这个是鱿鱼爆腰花 这是一个大补的一道美食啊 鱿鱼这么大块 腰花切的这个比较粗管一点啊 这个爆出来它这个酱香味非常的浓郁啊 而且这个口感还是比较黄嫩的 再嘗一口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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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這個有點創新 青番茄就我所知 青番茄生的是不能吃的 必須要草熟吃 它的營養還是比較豐富的 青番茄跟紅番茄的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那個口感稍稍帶一點點 這種硬性去 可以有一點點嚼勁 酸度也更加濃一點 這就是他們家的招牌大賽 豆花牛肉 看一下 這是脆脆啊 專程到別人那裡去偷吃學藝 學來的 然後自己加以創新 這個豆花用的是這種黑豆花 這個在湖北這邊好像 並不是很多間 應該是特製的 這個黑豆花啊 有一股濃濃的豆香味 非常的嫩啊 這個牛肉處理得非常到位啊 因為是非常新鮮的 我們剛剛看見它切的 然後的話這個上薑也上得特別好 賦予到它這個 非常滑嫩的那種口感 和這個豆花搭配起來啊 非常的完美 沒有不要緊 那這個好東西